由研發巫師系列的 CD Projekt Red 全力打造 從消息公開後就一直備受期待的電獄判客 2077 最近又釋出了一支開發進度影片 來安撫酒後玩家們的心靈囉 影片邀請到了傑洛特的配音員來擔任旁白 同時藉由設計師之口 解說了電獄判客 2077 的創作理念 和製作團隊的息怒歷程 玩家可以從中了解遊戲的世界觀 自訂角色以及地圖等各項細節的設計概念 雖然影片本身所公布的消息並不多 不過目前確定遊戲將會在今年的E3 展登場亮相 連續兩年的參展似乎也能秀出一些不尋常的氣氛 除此之外 近期電獄判客 2077 其實也傳出了許多風聲 例如文明全球的流行樂歌手 Lady Gaga 就傳出將飾演遊戲中的一名角色 甚至還有人募集到他本人 出現在 CD Projekt Red 的波蘭工作室 為遊戲進行動作捕捉 另外原本巫師3 的遊戲監製 也已轉任為本作的設計總監 相信在優秀的團隊成員和演員的幫助之下 電獄判客 2077 一定能夠繳出不輸 巫師3 的成績喔 儘管目前遊戲的上市日期依舊是完成之際 這個不確定的時間 但其實在去年底就有消息 傳出遊戲其實已經開發的差不多 開發團隊正在努力修補 Bug 以及各項優化的作業 如果消息屬實 不知道在今年的一推展中 電獄判客 2077 能不能帶給玩家們意外的驚喜呢 真的是讓人越想越期待啊